大家好,我是Reason,瑞森老哥 火锅作为冬日必备佳品 在美食界一直是内卷的天花板 比如川味火锅,青类火锅,椰子鸡火锅,鱼头火锅,中药养生火锅等等 甚至还出现了甜品火锅 可谓是应有尽有,让人难免挑花脸 而有一种食材,不仅口感爽滑而且十分弹牙 吃起来很有嚼劲,成为了火锅里的热销产品 它就是海带节 不过,为什么火锅店里的海带都变成了海带节呢? 难道仅仅是因为看起来更好看吗? 今天我们就一起解开海带的心结 现在人们食用的海带往往是人工种植出来的 人们发现在海带的生长周期中 嫩脆期和厚成期的海带食用的口感最佳 而火锅店中的海带打结的原因之一 就是为了追求更好的口感 一片完整的海带其实很大 一般来说,海带能长到1.5米到3米长 宽度能达到15厘米到25厘米左右 而海带的厚度分布的并不均匀 简单来说就是海带的根部比较厚 末端处比较薄 整片海带的中间会厚一些 两侧边缘处薄 从口感的角度来说 海带厚的地方的口感较好 所以价格也会稍微高一点 负载海带加工的工坊也发现了这一点 而且打结后的海带相比没有打结的海带更厚一些 所以口感也要比没有打结的海带还要有嚼劲 甚至吃起来有咯吱咯吱的声响 深受食客们的喜爱 这种需求就产生了市场 许多工坊都把海带加工成海带结进行销售 火锅店中的海带打结还有三个原因 海带的表面还有褐藻胶和海藻酸 这两种物质稍微蘸点水就变得滑腻 就算用手抓都费劲 当人们把海带切成片食用的时候 海带就会因为表面过于滑腻 变得十分难被筷子夹住 试想一下在火锅店里和切了片的海带斗智斗勇的场景 吃顿饭甚至能锻炼工二头鸡和工三头鸡 而打成结的海带就不会带来这种困扰 只需用筷子轻轻一夹 美味好吃的海带就能进入口中了 同时海带切成片的时候 非常容易在锅里像叠千层一样 一层挨着一层 还紧紧贴着锅底 经常是上面的还没熟透 下面靠近锅底的已经快糊了 海带结就不会出现这个问题 海带打成结之后 形状变得不规则 减少了和锅底的接触面积 所以海带结不容易粘住锅底 可以在锅内均匀受热 不管是用来涮火锅 还是日常炖煮或者烹炒 都没有糊锅的烦恼了 除此之外 火锅店中的海带结 还能给商家减少成本 有人专门做了一个实验 把两份重量相同的海带 一份切成海带片 一份做成海带结 当把它们都放在盘子里的时候 海带结不仅看起来好看 而且视觉上显得分量 比海带片要多得多 这也意味着 同样重量的海带 变成海带结之后 商家能减少营业的成本 增加经营收入 所以综合以上几点来看 火锅店的海带变成海带结出售 简直是最佳选择 当然 还有一点是 海带是不适宜酒煮的 一方面是酒煮之后的海带 会变得软烂 导致口感变差 甚至因为煮的时间过久 直接在锅里变成了 像芝麻糊一样的海带糊 另一方面是因为酒煮的海带 会让丰富的营养成分流失 营养价值大大折扣 而海带结比起海带片 海带丝来说 要更耐煮一些 同时最主要的是 海带结能更好地 保存海带中的营养物质 比如海带中的碘等 所以 好看好吃有营养 又容易夹取的海带结 谁能不爱呢 不过话说回来 海带除了口感好 点含量高之外 还有诸多好处 海带的蛋白质和脂肪含量比较低 碳水化合物的含量很高 海带中含有丰富的海带多糖 至今已发现的有三种 鹤藻胶 鹤藻糖胶 鹤藻淀粉 海带还含有酸性聚糖类物质 鹤藻拌乳多糖硫酸值 大叶枣素 拌乳糖全酸 牛黄酸 双齐因子等多种活性成分 据测定 每100克海带中含8克蛋白质 0.1克脂肪 0.57毫克胡萝卜素 0.09毫克VB 0.36毫克VB1 1.6毫克烟酸 1.177毫克钙 1.5毫克铁 2.16毫克磷 还含有丰富的鹤藻酸 纤维素 甘露醇 以及多种微量元素 这些丰富的营养成分 也让海带具备了多种功效 首先 海带可以补点 可以用于预防幼儿缺点引起的呆小症 并对缺点引起的甲状腺种 有很好的治疗作用 其次 海带中的海藻酸纳 能阻止放射性元素丝的吸收 进而减弱放射性丝 对人体骨髓和其造血功能的迫害 减少诱发骨癌和白血病的可能 英国纽卡斯尔大学的研究人员发现 海带中含有的藻丸酸盐 能有效抑制人体对脂肪的消化和吸收 当一种藻丸酸盐含量提高4倍之后 人体对抗脂肪吸收的能力将提升75% 同时 海带含有热量低的特点 可以作为减肥健身时期的理想食品 而海带中含有膳食纤维赫藻酸钾 能调节钠钾平衡 降低人体对钠的吸收 从而起到降血压的作用 海带中的昆布氨酸的存在 也增强了海带降血压的作用 海带中大量的膳食纤维 还可以增加人的饱腹感 促进胆汁酸代谢 提高胰岛细胞外周敏感性 从而达到降血糖作用 除此之外 晒干的海带上常附着一层白霜式的白粉 其实并不是霉变物质或者吸出的盐分 而是一种药用物质 干露醇 现代科学研究证明 干露醇具有降低血压 利尿和消肿的作用 也正是由于海带的营养价值和功效 使得海带称为日常便可制作的药用美食之一 不过 尽管海带有这么多的好处 却也不是每个人都适合吃海带 如我们前面所说 海带中含有大量的点 所以本身身处高点地区的人 或者已经出现因为点过量 而导致的甲状腺功能亢奋的人 就不适合使用海带 处于哺乳期的女性和怀孕的女性 也不要过量使用海带 而这主要是因为海带中的点 可以随着血液循环进入乳汁中 也可以通过脐带传递给胎儿 虽然婴儿和胎儿会因为缺点而影响发育 但是如果摄入太多的点 会造成婴儿和胎儿甲状腺功能障碍的问题 所以食用海带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适量 而且食用海带还有其他一些要注意的地方 比如在食用海带之后 不要马上喝茶 也不要立刻吃酸色的水果 这是因为海带中含有丰富的铁和钙 而茶叶中含有柔酸 酸色的水果中含有植物酸 这两种物质和钙铁会发生反应 生成难溶解的化合物 影响人体对海带中的钙铁的吸收 海带也不能长时间浸泡 使用鲜海带前 可以用水对海带飘洗 但是时间不宜过长 浸泡时间太长 会让海带中的营养物质溶解在水里 此外 干海带为了尽可能地保存干露醇的含量 可以不用进行清洗 而是用蒸的方式对海带进行泡发 在挑海带上 首先要观察海带的颜色 深海带的颜色大多为鹤绿 土黄两种颜色 属海带的颜色则呈现墨绿色 不要选择颜色过于鲜亮的海带 比如黄色或者翠绿色 因为这种海带很有可能是被漂染过的 也可以用手触摸海带的表面 新鲜的海带表面湿滑 有一点粘手 如果触摸的时候 发现海带十分粘手 那么就说明这个海带 已经放置很久 不新鲜了 除了上述这些之外 有小伙伴或许记得 我们前面说过的藻礁 海带作为一种褐藻类植物 它们在海洋生态系统中 也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 海带一般生长在水温较低的海域中 给环境中的各种海洋生物 提供繁茂的栖息地 对海洋健康的重要性 堪比珊瑚礁和红树林 海带通过光合作用固定碳 并用自身缓冲波浪 保护海岸线 免受强风暴的冲击 海带还能吸收流入海水中的化肥 把这些化肥作为生长的养料 进而防止了对其他海洋生物 有严重危害的藻华的出现 同时 海带还支持着人类的工业 比如海带的临时加工 和海带结的生产等等 瑞森在搜索与海带结相关的资料的时候 闪过一个海带结动力学的脑洞 没想到真的有人研究了 海带的结构和力学特性 并用此来研究自动化的海带打结机 现有的海带结加工模式 主要是以手工完成 工人需要在高研高湿的环境中 对海带条进行手工打结 这种生产模式不仅工人工作时间长 而且生产效率低 企业想维持现状 或者扩大生产的成本都比较高 如果能实现自动化生产的方式 就可以实现海带结自由了 同时在这份研究中 也说明了海带结打结机的设计 可以为其他与打结工作相关的领域的产品设计 提供参考 比如未来全自动外科手术中 负责手术打结的设计 没想到 小小一个海带结 竟然也有可能推动医学的发展 当然了 海带结虽然好吃 但有时候会咬到中了奖的海带结 这主要是因为 现有的加工模式中 可能存在泥沙清洗不干净 藏到海带结里的情况 因此 如果想要吃干净无沙的海带结 或许自己动手会更可靠一些 也免去了海带结拆开洗 然后再打结的麻烦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是Reason 瑞森老哥 如果大家有自己的见解 或者觉得视频某方面有误的话 欢迎在评论区里留言讨论 如果你觉得这个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 欢迎订阅按赞 我们下期再见吧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